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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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 太空真塔等各地的标志性建筑 据报道 在感恩节周末 超过225名志愿者 从全美各地飞来白宫帮助第一夫人装扮白宫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是白宫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装点一新的白宫将在未来几个月举办多个开放日 Facebook于近日开始测试新工具 允许用户将照片及视频同步到其他在线服务平台 此前 监管机构一直要求Facebook放松对数据的控制 据美联社报道称 该新工具将允许用户将其在Facebook上的照片和视频 直接传输到谷歌相册等竞争对手的平台上 这一新工具将首先向二蓝用户开放 并根据用户的反馈进行改进 最终将于2020年上半年在全球范围推广 Facebook表示 所有数据传输都将被加密 并在启动传输之前要求用户输入密码 在开发这套新工具期间 他与英国 德国 巴西和新加坡的政策制定者 监管机构以及学者进行了讨论 以了解哪些数据可以转移以及如何保护隐私 Facebook隐私和公共政策总监萨特菲尔德表示 公司正在参考用户反馈来开发产品 并为相关人员和专业人士提供评估数据 以推动数据转移相关政策的完善 纽约时报报道称 Facebook对个人数据的控制 一直是华盛顿和欧洲反托拉斯调查的靶心 官方说 Facebook拥有太多的用户信息 以及用于推动数字广告业务和改善服务的数据 从而造成竞争失衡 2019年北美感恩档正式收官 五天长周末假期总票房2.64亿美元 比去年感恩档3.15亿美元的历史最高记录下滑了16% 感恩档市场最大的赢家 当然非迪士尼动画续集《冰雪奇缘2》莫属 五天假期票房达到了1.24亿美元 毫无悬念地打破了《饥饿游戏》 新火燎原保持多年的感恩档票房记录 影片在海外的市场也高歌猛进 全球累计票房以极快的速度冲破了7亿美元大关 《诗门》发行的黑色悬疑电影《历人出鞘》 上映周末达到2700万美元 空降周末票房亚军 影片感恩档五天长周末斩获近4200万美元 是本年度上映最出色的非续集电影 虽然感恩档热度比去年同期要差强人意 但《冰雪奇缘2》和《猎人出鞘》的表现 都算可圈可点 市场仍比预期更加火热 2019年第48个周末的票房榜 前10名影片累计票房达到1.67亿美元 周末大盘环比回落12% 比《无敌破坏王2》蝉联冠军的去年同期 则暴涨了58% 12月的票房市场将继续依靠老片支撑 以及将于月中和圣诞上映的《勇敢者游戏2》 《在战巅峰》和《星球大战天行者崛起》 初步估计 2019年总票房有望再一次突破110亿美元大关 据CNN报道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于日前表示 已经找到了印度维克拉姆号月球着陆器坠毁的地点 并通过图像对比 确定了着陆器撞击时留下的痕迹和周围碎片 NASA在声明中称 通过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的图像 他们发现了维克拉姆号着陆器的着陆点附近有一块碎片 可能是着陆器撞击月球表面后产生的 这些图片分别在9月、10月和11月期间拍摄 今年9月印度原本有望成为少数几个实现登陆月球的国家之一 从而创造历史 但就在维克拉姆号月球着陆器着陆的前一刻 它与地面控制中心失去了所有联系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一开始表态称 希望着陆器能在撞击中幸存 他们试图在月球表面发现着陆器 但未能探测到它 在着陆失败的两个月后 印度于11月28日公布该航天器已经永远消失 对于着陆失败原因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解释到 在下降的第二阶段 速度下降幅度超出了设计值 着陆器无法处理着陆过程中遇到的超速情况 结果就失败了 但这到底是由于着陆器自身系统的故障 还是飞船反应的异常 尚不清楚 在NASA看来 尽管这次着陆失败 但能如此接近月球表面 也是一个惊人的成就 印度将成为继苏联 美国和中国之后 第四个登上月球的国家 量子运算被视为下一代的运算架构 包括Google、微软、IBM等公司 相继投入大量资源开发 希望能抢下龙头地位 亚马逊云端服务AWS 2019年度大会于3日展开 同时发布了量子运算服务 Bracket与蓝板 这个服务名称是以量子状态 标准系统符号命名 此外 AWS还将启动 AWS量子运算中心和 亚马逊量子解决方案实验室 推动更多量子运算的合作 与Google、IBM等公司不同的是 AWS并没有建立自己的量子电脑 而是与D-Wave、IonQ、Rigid合作 通过AWS的云端平台来连接这些 已在实验室或数据中心内 有量子电脑的公司 进而完成运算 Bracket服务为开发者提供一个标准 且基于Jupyter Notebook完全脱管的环境 来开发它们的演算法 AWS将会为开发者提供大量预装的开发工具 演示算法和教程 帮助新用户开始混合量子算法和经典量子算法 好了 以上就是本周的焦点新闻 我们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